黎总 您最近 是一直在找打警队吗 您怎么会这么问呢 最近有人跟我说啊 说咱们制衡地产的人 一直在前国村 打听打警队的事 所以我想说 如果黎总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你们介绍 省着你们下去找麻烦 这事吧 我给您解释一下 我们找打警队 是想要了解一下情况 因为毕竟打警队 对地下水层比较了解 黎总 怎么突然想了解 地下水层了呢 是这样 前沟村 看起来生态不错 但是植物生长得都不好 那么我们就不能够不怀疑 是地下水层遭到破坏 我们制衡做的是养老地产 关心的是 未来居民的健康问题 所以 土壤 水源 是不是遭受破坏了 这是我们首先必须考虑的 没错 黎总想得对 不过以后啊 前沟村的事 您吩咐我去做就行了 不用你们这么麻烦 马总 您可太过气了 您要不嫌麻烦的话 咱们以后 说不定真的会常常打扰您 欢迎了 我当然欢迎大家来找我 是不是 对 那就这样 黎总 今天啊 我这个 时间也差不多了 今天就不多打扰了 我先告辞 别啊 不是说句句的吗 这么着急走 确实是比较敢 下次 下次去 好不好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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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打扰了 行 副总 我走了啊 好好好 慢走 那我不送了 好嘞 留步 留步 慢走 马总 慢走 李总 今天说破了 会不会打造惊蛇呀 咱们想要调查的事情 就查不出来了 像马克这样的人 首先不需要我们查 其次也不会让我们查到什么 他今天来 无非就是希望我们知道 我们在前国上的一曲一动 都在他的牵势之下 所以我干脆打开电窗 说亮话 看他什么反应 那他会做出何反应啊 他是环保明星 如果真有什么违规的事实 很多人都会打脸的 所以他现在 应该是去寻求保护伞 辗转给我们施压 那可就麻烦了 一点不麻烦 如果真的是这样 就表示他心里有鬼 咱们就更加应该 找出证据来